大家好,我是Paul,週一到週五,英文齊讀 台灣有一個Feminine Product Brand,女性產品的品牌 它蓋了一個超大的Giant Uterus,子宮,蓋在哪裡? 蓋在Minecraft這個game裡面 你如果沒聽過Minecraft這個game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解釋,總之它是一個 它屬於沙盒遊戲,就是你在自己的一個世界裡面 然後你可以蓋東西 所以你可以滿足這個建築師的夢想 所以很多很有創意的小朋友很愛這款遊戲 包括我有一個學生叫羅伯燕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在看我的頻道 但總之呢,我聽說它是在Minecraft裡面還能蓋一個電梯 那個電梯還是Operational 你可以真的使用那個電梯上下跑的 我覺得真的是太聰明了 那我自己沒有玩這個遊戲,Minecraft 好像叫什麼創世神什麼鬼的 我們也不用去糾結這一點 但總之,他們在裡面蓋了一個Uterus,蓋一個子宮 幹嘛啊,讓人家可以去 就教育意義嘛 所以記得這個是Don分享給我的新聞 So thank you Don 那這邊的話就是長這個樣子了 這是個子宮 然後後面還有各種完整的 其他的後面的器官的名稱 所以我們今天這堂課真的是健康教育課 也不用躲開這些話題 因為這些名詞也算蠻生活長的 說真的 OK,所以這邊看下去 Taiwanese Feminine Product Brand Kira Kira 我也不知道Kira Kira是台灣哪一派 沒有提他做廣告 所以我也不用翻他的 所以他就提供了一個release的一個preview of a giant explorable uterus 所以他也可以去explore 你可以進去裡面 子宮頸、子宮壁之類的 所以explorable 可以去explore 的一個Uterus 那Uterus你現在就已經知道了 就子宮 OK 在Minecraft 所以他可以來promote player的interest in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以及provide education promote education on 這個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這寫作的方式不錯 所以promote interest in and promote education on 都接同一個手詞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所以reproduce這個詞就是 繁衍後代 那procreate也是其實 只是啊 我們以後有一些額外的名詞 多半是用reproduce這個詞 變出來的 衍生出來的 例如說 像剛剛講的reproductive system 就是生育系統 那也可以說器官啊 reproductive organs 也OK 甚至女生懷孕生小孩的權利 也就是reproductive rights 所以這個詞 有這些額外的變化 看一下下 OK 好 然後再看下去的話呢 所以他這個地圖 他就乾脆給他標籤叫做 標題叫做 the uterus museum 就是子宮的博物館 所以他feature了一個完整的一整組 features a complete set of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又講一次 包括什麼 包括這個Volva Vagina Cervix Uterus Fallopian Fallopian tubes 对不起 Ovaries and pubic hair 這麼多 一個個看 Volva就是外音部 Vagina Cervix 子宮頸 所以子宮頸啊 就Cervical cancer Cervical 換成形容詞的話 Fallopian tubes 舒軟管 Ovaries 卵巢 因為為什麼是負數 因為左右各一個 對不對 是不是啊 所以我講錯 請糾正我齁 那最後這個 不要把它看成public 不是公共的毛 不是public hair No 就pubic hair 這裡多講一個詞 pube 有時候我們就叫他pubes 你知道嗎 就縮短一點 pubes 你的內褲沒有穿好 I can see your pubes 你如果看到他的內褲 本身就已經夠奇怪了 Anyway pubes pubic hair puberty 另外一個字 就是青春期 所以 When people go through puberty they grow pubic hair 好像還蠻合理的 好 所以puberty 那 那個 青春期再多講幾個字 所以 Adolescence 也是青春期 Teenage years OK Teenage 也是青春期 這樣子 好所以這幾個字 都是生活上的字 不要排斥它 OK 後來下面還有一個字 叫子宮內膜 這個就真的好相近喔 Andometrium 我都是沒太看過這個字 說真的 但無所謂啦 反正看一下就算了 Alright 所以再看下去 有什麼可以說呢 我們這隻Andometrium 所以upon entering 你進去的時候 Visitors are greeted by lactic acid bacteria 三個字合在一起 對不起 lactic acid bacteria bacteria是細菌 那lactic acid就是乳酸 其實不太難判斷 因為lac這個字 就是跟乳有關係的 我自己是這樣判斷你知道嗎 所以我看到這個詞 我認得出它是乳酸 像 我們講說 像lactose這個詞就是 乳糖 所以有個詞叫做lactose intolerance 就是乳糖不耐症 就是乳糖不耐症 不是這個症 ok乳糖不耐症 lactose intolerance 所以lactose就是乳糖 那像媽媽生完小孩會 補乳嘛對不對 會分泌乳汁 那個詞就叫做lactate lactation就是這個名詞 所以lac開頭就是乳相關的 所以lactic acid就是乳酸 不太難判斷 所以乳酸的那個細菌 會讓這個vagina變得比較healthy 我們知道像 妹妹那個地方 不太能夠用一般的肥皂洗 我聽說啦 你要用那種 可能腹節還什麼鬼的這樣子 或者甚至我聽說 另外一個說法 根本連腹節都不要用 你就清水沖沖就可以了 說真的 這是我聽一個醫生說的 所以有事去找他 不要找我 ok so the interior of the universe is decorated with red flower parts to indicate the endometrium 就剛剛講 子宮內膜 所以它的內裝的部分 所以the interior of the uterus 被裝扮著 被裝潢著 decorated 被裝飾著 不要講裝潢 裝潢可能是furnish 所以decorated with red flower 用紅色花的一些 parts 花盆這樣子 來indicate它的這個 剛剛的子宮內膜 講到大家其實 說實在差不多了 說實在的 好所以 那我們多講一個詞 interior 所以interior這個詞 可以是形容詞也可以是名詞 跟internal常常來比 就是internal只能當形容詞 它不可能當名詞 所以 像你汽車的內裝 叫做interior 那 車子的 有沒有外裝這個詞 也有啊 像你外面用什麼樣的顏色 還有什麼鋼板之類的 exterior 所以有interior 也有exterior 所以有內裝跟外裝這樣子 那internal 只能是形容詞 就是 好像 例如說我們講說 內政部或之類的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l affairs ok internal affairs 就是內政這樣子 好扯的有點遠 anyway 好我們複習一下下 也複習 所以剛剛講了一些蠻多的詞 像procreate跟reproduce 一開始有兩個字 就是 繁衍後代 procreate 但是reproduce這個詞 比較可以伸出一些其他的名詞出來 reproductive rights 女人生育的權利 reproductive system 讓你整個的 懷孕的生育的系統 reproductive organs 你的器官 這樣子 有時候講生殖器有genitalia這個詞 ok genital 形容詞 genitalia 名詞 好 所以多選一個字 沒什麼不好的 然後剛剛這一大堆就是各個不同的 裡面的那些器官的名詞了 volva外因 vagina引導 cervix 子宮頸 另外講子宮頸癌 cervical cancer 所以男生要小心乾淨 不然的話 把女生弄得有點髒髒的 裡面不乾淨的話 很容易得子宮頸癌 這個特別要小心 特別要聽說男生去割包皮會比較好 這樣可以降低 像猶太人都有割 所以猶太女生的子宮頸癌的率好像就比較低 說真的 那你問我有沒有割 我才不要告訴你 ok 疏軟管 fallopian tubes ovaries 卵巢 pubic hair 一毛 那 pubes 這個字也可以取代掉 那 puberty adolescence 跟 teenage 都是青春期的意思 endometrium 子宮內膜 為什麼講這個字我真的也不知道 剛剛內容裡面 內文裡面有就是 然後lac開頭都是跟乳相關的 所以剛剛的lactate 是媽媽分泌乳汁 lactose 是乳糖 乳糖不耐症 lactose intolerance 然後最後他的內壁上 有什麼什麼花啊 什麼裝扮著 所以interior是內部 internal也是 可是interior才可以當名詞 所以exterior也是外部 跟外部的名詞跟形容詞都可以 ok到這裡差不多了 希望你不覺得今天的內容 太過於味覺了一點點 我們還是重點在講英文 拜託拜託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在內容 這個間歧inton 你應該是幫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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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